拌均匀了之后 如果你有时间就把它放置10分钟左右 让它入入味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好 我们把这个拌好的肉馅铺在盘底 就是来做这个肉饼 肉饼出现了 蒸蛋在哪里呢 待会儿告诉你 好 这样子压紧了之后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你希望鸡蛋停留在哪个位置 你就在那个位置上再压一下 让它出现一个这种小坑 先压出来一个形状出来 这样蛋黄就可以固定在里头了 好 破了也没关系吧 反正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你在家里面 就是这个动作一定要小心 好 这三颗蛋我们放进去了之后 里面的水分也足够多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放进蒸锅 要记得是开水忘火 小瑕疵 小瑕疵 忽略不计 你在家里面如果做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蛋打破了 也没关系的 因为蒸完了之后 那个蛋白它会完全凝结成那种 一层这种白白的浮溶的状态 那个蛋黄呢 不会流动的太厉害 所以对整道菜的外观不会有很大影响 我们现在就把它盖上盖子 这个要蒸汁多久呢 像今天圆圆用的这个量的话 要蒸汁15分钟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 是我们的这个 时来运转的时迷发来的 福州特别家常的菜肴 叫做肉饼蒸蛋 好 现在经过15分钟的蒸汁 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知道今天我有失手 就是鸡蛋打破了 但是 我说不会影响的 因为蒸出来是这样 看到了白白的 对 它会完全被覆盖住 所以说如果你在打的时候 不小心像我今天的节目里面 磕破了也没关系的 不会影响菜的口感 很像是观感上也没问题 好 我们现在把火关掉 然后把它先挪下来降降温 这道蒸制出来的菜肴 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超高 鸡蛋里面的蛋白质 还有就是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 都会给你补充这个体能 如果你也是比如平时工作 比较忙 比较累的时候 这样一道蒸制的菜肴 给你带来的只有营养和健康 不会有什么负担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香油 淋在上面 滴几滴就可以了 增加它的这个香味 撒一些葱花 撒葱花 好像挺多余的 但是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着好看 你可以在家里面做的话 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好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做的肉饼蒸蛋 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 带着您再来看一遍 肉饼蒸蛋所需要的原料有 肉馅 土豆 鸡蛋和香葱 调料是胡椒粉 生抽 白糖 鸡汁 香油和盐 做法是土豆切小丁 泡水冲洗干净 肉馅中加入土豆丁 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 顺时针搅拌到土豆和肉馅融合 铺入盘底 在盘子上磕入鸡蛋 移入蒸锅 足气蒸15分钟 出锅后滴几滴香油 撒点葱花就好了 土豆的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蛋白质和维生素C 维生素B1 其中钙磷镁钾的含量也很高 尤其是钾的含量 它还含有大量的优质纤维素 经常食用土豆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哦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1.5花肉 然后几个蛋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做出非常健康的菜肴了 要记得 尖尖远远在里面添加了一点土豆丁 如果你想添加别的蔬菜 也是可以的 切记不要加那些 就是里面水分含量过于多的蔬菜 你如果想把它换成胡萝卜丁 也不错 因为蒸出来之后也是软软糯糯的 好 现在进入到我们送奖品的环节了 从现在开始起 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前15名观众 将会获得由金龙鱼提供的 3A加营养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一瓶 特别要感谢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谢谢各位的收看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浓浓的荷香味 解腻又清香 一道家常宴客好料理 不可错过明天的节目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